通常是最貴的日本航空也會讓人失望嗎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這部影片 是我想要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之前回台灣的時候 我做的日本航空 也就是假日的一個體驗的心得分享 其實就我目前有做過的 就是台灣到日本這個主要的航線 當然除掉那個連航以外 正航班我有做過 像是華航 長榮 還有像是全日空ANA 還有就是假日 這是日本航空 因為其實我之前沒有做 完全沒有做過日本航空 所以我其實還滿好奇說 日本航空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為每次買票的時候 它永遠都是那種最高價 最貴的價格 然後我想說沒有做過 想說就實際的去做出看 因為聽說裡面的服務非常之厲害 就是跟我們一般的那種 航班比起來它的服務好像又再更上一層 所以說我真的還滿好奇 我有一些朋友他是那個 始終的日本航空的那個粉絲 所以說我真的很好奇 在裡面做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什麼樣子 不過我確信跟大家講 我去之後其實有一點點就是 讓我不是很滿意的地方 不至於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來看我當天的紀錄影片喔 來 走走 我現在人呢 我現在這個地方這邊是羽田機場 東京的羽田機場 然後我今天來這邊要做什麼呢 這一次呢 因為我是第一次要做到假的 也是JL的日本航空 然後因為我其實沒有做過 所以我很想要找裡面找到這個樣子 我相信應該也滿多人跟我 也會有一樣的疑問 所以我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 究竟從日本的羽田呢 飛台灣松山的這個 假日日本航空的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好 走吧 那我們現在去Check in囉 然後我的行李 OK 我們現在已經投印完行李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進到這個 出境大廳的裡面了 然後接下來就在這邊稍微晃一下 等一下等可以登記的時候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海家的 日本航空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囉 我這次坐呢 因為我還是坐普通的經濟艙 然後想說可以看看裡面附的餐是什麼樣子 都還滿期待的 好 那我們就快要到我們的登記口囉 OK 我們準備登記囉 OK 進來囉 哇 天氣超好 OK 我們現在要準備進飛機囉 然後這個是我的位置 好 我們進來了 讓大家看一下裡面 飛機裡面大概長得就是像這樣 我是覺得還滿寬敞的 對 整體來講算是還不錯的 然後外面這邊 哇嗚 今天的天氣真的超級好的 然後這樣坐起來就感覺非常的舒服 然後我們來介紹一下這邊有些什麼東西吧 首先呢 這個是耳機 對 這個耳機呢 是架如日本航空的紅色的配色 霸氣 然後前面還有一些像是這種 可以讓你殺時間的一些小雜誌 這些小雜誌 然後這個是它的飲料的Menu 然後還有這個是安全手冊 然後另外還有像是這種電影的書籍 或者是這種免稅商品 機內販售的免稅商品的行路等等 這邊也都會有喔 然後上飛機後不要忘記要記得 把安全帶扣好 並且拉緊 然後前面呢 這裡呢 這個是它的系統 就是可以看電影之類的系統 然後各種語言 日文 英文 中文 還有韓文等等 哇 今天的天氣真的非常的好喔 然後這個呢 椅背後面的這個 靠整 靠頭的地方是可以調整的 是不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另外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航空的這個 它這個窗戶是沒有可以拉起來擋的 取而代之的是這種很特別的系統 你只要把這個按鈕按了往上之後呢 大家仔細看一下窗戶的顏色 會慢慢的變成藍色的 像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不只可以把我陽光阻隔掉 你也不會影響到 這個空服員在看外面的情況是什麼樣 我覺得非常不錯 然後我們按一下前面的這個 也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是會慢慢的變色 這不知道是什麼原理 如果知道的話 大家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一下喔 對 這樣慢慢的變成深色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可是呢 你又不會影響到你覺得赤眼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來比較一下前後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用的 真的差很多 然後另外來介紹一下 這手把這個部分呢 在我們藏在我們的這個靠手的地方 按一下呢 它就會跳出來 我們就可以拉出來 裡面可以像是服務鈴 然後像是燈光的 都可以在這邊調整 然後我們現在來這邊 先把它放回去 OK 好 那我們要準備出發囉 好 接下來我們現在已經在半空中了 我們來為了要介紹一下 我今天的重頭戲 飛機餐 對 首先呢就是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生菜沙拉 它這個是已經密封起來的 然後打開來裡面就是一個像這樣 滿簡單的 還有這是一個小菜 裡面有像是義大利麵的東西 還有一些橄欖 橄欖啊 應該是起司吧 白色的那個 然後另外呢 不得不提到一個重要的就是 加乳這邊有 哈根達斯冰淇淋 它那個口味呢是牛奶口味 而且它是只有加乳 所以日本航空限定的 才會有的 還滿特別的 然後另外呢 主食的部分呢 我主食的部分點的是這個 紅酒燉牛肉 然後還滿香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 來介紹一下它的餐具好了 這是它的筷子 對 然後還有像是這種 湯匙啊 湯匙有兩個 然後叉子跟刀子 這樣子還有一些餐巾子 我們來吃吃看吧 我們先把沙拉醬倒上去 いただきます 感覺看起來 嗯 是還好啦 不過我們吃吃看吧 嗯 甜甜的 還不錯 還滿搭這個沙拉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小菜 它是義大利麵 還有一些像是橄欖啊 起司之類的 這個也還可以 那接下來來吃吃看這個主食 紅酒燉牛肉 它味道還滿夠的 就是算是滿鹹的 然後配飯呢 差不多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哈根達斯 大家也知道 這個是加乳的 雞內餡點 是只有在飛機上才吃得到的喔 來吃吃看 比我想像中的哈根達斯 味道再淡一點點 不過呢 還是滿好吃的 對 好 接下來來喝一杯它的咖啡吧 熱咖啡 或者是你要選擇茶也是可以的喔 OK 我們來買一下它的美名稅商品好了 在JAL上用ANA卡 應該我 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我也只有這張卡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準備下降囉 穿越雲層囉 好 然後這個是回程 就是從台灣飛往日本的飛機餐 然後已經沒有哈根達斯了 取得代之的是這個百香果的奶酪 對 百香果奶酪 然後另外這個是它的沙拉的部分 還有像是這個日式蕎麥麵 蕎麥麵它要沾這個 就是有這個蕎麥麵的醬 我們就把它倒在麵裡面 混混一起吃就可以囉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飯後水果 哈密瓜跟蘋果 然後另外這是今天的主食 也就是薑燒豬肉飯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這一個 JAL的乘坐的體驗囉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做JAL 日本航空的一個體驗的一個過程 跟大家裡面有些什麼餐點的一個分享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其實因為我有做過 就是從台灣到日本這邊 我有做過華航 長龍 全日空 還有今天這一次的日本航空 就是一般主要的那些航空公司 其實我都有做過 就像整個這樣比起來 我覺得日本航空是最讓我有日本的感覺 就是日本的服務 還有周圍做的也很多都是日本人 因為其實日本航空 跟一般的航空比起來 它的價位是比較偏高的 然後我是這一次想說沒有做過 我來做做看 然後就整體的心得來講 我覺得它真的就是很日本 服務也很日本 而且重點是它還有Hack and Dock 這是其他家的航空是沒有的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不過就真的要我這一次的 這一次來回的旅程 要來打個分數的話 其實說真的呢 我是不是很滿意的 怎麼說呢 其實這個跟航空公司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剛好我那時候坐到 我剛好回台灣的那一趟的時候 我旁邊坐著一位阿伯 然後阿伯他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就不知道為什麼那阿伯 從我一坐上去 他一坐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身上充滿了酒氣 就他可能之前有喝個啤酒幹嘛之類的吧 而且他在飛機上也一直叫我酒來喝 所以就等於是我這整個航程呢 我旁邊都一直會有酒味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又會一直吐氣幹嘛 我其實說真的還滿痛苦的 不過這個當然是跟航空公司沒有什麼關係 是我自己個人可能剛好旁邊坐著一個 很喜歡喝酒的日本阿伯吧 然後從台灣坐回日本的時候 又很剛好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回日本的時候我是坐在靠走道 然後剛好在我走到對面的 斜前方又有一個阿伯 對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次都是因為 因為阿伯壞了我這一次的旅程 那個阿伯他可能有點腳臭之類的吧 然後他又把鞋子脫掉在那邊亮腳 所以說我那時候回程的時候呢 整個航班 我也是都不時會聞到那種 腳的味道這樣飄過來 所以說就整體來講 我的感想是沒有那麼好的 對 可是這個當然 這個跟航空公司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啦 然後日本航空就我目前所觀察 真的是這幾間比較正航班的這些呢 比較會有多日本人去乘坐的一個航空公司 所以說它在裡面呢 當然它裡面講話的人跟所有的空服員 幾乎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好好體驗 日本式的服務的話呢 我覺得日本航空 JAL是你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好 你來日本有坐過什麼樣的航空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並且把你乘坐的一些心得的感想也告訴我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 我來回日本的一些 做了一些飛機的一些心得的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 還有我平常一些生活上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兩邊是我的其他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不妨點進去看看 還有下面這邊是阿倫頻道的所有平台 然後阿倫頻道LINE的官方帳號 也不要忘記去加入一下喔 那麼期待大家 等你喔 日本航空服務很不錯啦 可是就是我的運氣差了點